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并不会报名牌给大家 也不会直接给大家鱼吃 而是希望能够分享高胜率的一个钓鱼的技巧 去帮助同学自己就能够钓起一条又一条的大鱼 并且透过不断倡导价值投资的精髓 还有这个买低卖高这样子的交易的策略 去协助同学在目前资讯爆炸 但是却混淆的环境中 能够明辨资讯的真伪 最后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卧虎长龙的投资高手 大家最近会不会心里很不安全的 看到台股这样有点好像摇摇欲坠的感觉 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如何 其实我有看到一些同学的一些回馈 其中有一个同学的回馈说 他最近虽然行情起伏有一些大 但是他的心情却是很安稳 他一点也不会害怕 然后他每天就跟着助教上课 看我们的助教去分解同学的一些问题 然后他也就慢慢的跟着学习 可能因为现在年纪有点大 所以感觉吸收没有这么快 他也选了几只好股票 但是他也想到了 欣勇老师说的股票不会天天过年 不可能天天涨 所以一定要回档休息 那这一次还蛮多的同学都反应蛮快的 然后将先前在低档布局的一些股票 开始获利入蛋 然后也看到有些同学在分享在我们的LINE群中 他真的很恭喜也很羡慕他们 然后虽然恭喜跟羡慕他们 但是他自己也觉得 他已经不会再像他之前买高卖低 这是很多的投资人 很难在股票市场中赚钱的一个宿命 就是很喜欢买高然后卖低 那大家不要觉得 欣勇老师常讲的买低卖高是废话 因为很多的投资人是做不到的 因为股票为什么会有低跌一定是股价在跌 那股价为什么会跌一定有很多的不好的消息 那当不好的消息来的时候 如果投资人自己没有对于你投资的定见的时候 那你很容易就随波逐流 然后最后陷入到这个看跌缩跌的恐慌的氛围中 那当股价在涨的时候一定会存在出很多的好消息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又对投资没有定见 对投资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去遵循的时候 那你就很容易迷失在那个看涨说涨的乐观的氛围中 那最后最后形成什么 形成这位同学他所形容的 他过去总是买高卖低 所以我真的为什么要不厌其烦的一直告诉大家 股票要赚钱就只有四个字 买低卖高买低卖高买低卖高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奏 你只有把这个节奏抓对了 你才有办法可以在股票市场中 可以源源不绝的把它当作提款机在提款 你才会发现原来股票市场 原来是一个这么大的藏宝图 那这同学他也很谢谢有助教的帮忙 还有欣勇老师在旁边的一些教导 那我非常感谢同学的回馈 因为每一位同学每一位订户的回馈都是提供我们再前进的一个动力 有些时候还是需要一点掌声 给我们的助教会有一点觉得还蛮窝心的 所以也蛮期待同学的持续的回馈 好那谈完的同学的回馈之后 我们接下来讨论全球的超狂产业 这就是台湾的伺服器产业嘛 因为台湾在全球的伺服器的代工领域中 我们的市占率是超过91% 如果把这个美国在台湾设厂加进来 合计将近超过98%以上 所以真的是完全碾压了整个的伺服器产业 那这几年伺服器产业啊 其实它在这个稳健成长的过程中啊 也有一个亮点产业 也有一个亮点产业 这个亮点产业叫什么 这个亮点产业叫AI伺服器 AI伺服器 那根据IDC的预估啊 整个AI伺服器的营收的规模 去年的时候已经来到了200亿美金 那今年会逼近250亿美金 那2025年的时候预计会攀升到300亿美金 那年复合成长率是达到18% 那这个比整个全体的伺服器产业 年复合成大概是6% 但是AI伺服器年成长率是来到18% 那如果以出货量来看啊 以出货量来看的话 这个去年的AI伺服器 它占比约整体市场的17% 那大概到2025年的时候 占比会提升到37% 那年成长幅度是来到20% 所以为什么我认为 伺服器产业中的亮点会落在AI伺服器 那AI伺服器它跟传统的伺服器 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在哪里 那传统的伺服器啊 主要用于网站的托管 然后资料库的管理跟档案的储存 那还有其他的一般计算需求 那AI伺服器啊 它的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去专门为机器学习 跟深度学习做准备 那由于AI伺服器通常需要更强大的硬体资源 如高效能的GPU这个图像处理的 然后还有其他专门为AI运算而设计的加速器 所以它的硬体设备的需求会比较大 那除此之外 AI伺服器因为它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 尤其在训练深度学习的模型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更让AI伺服器啊 在能源的消耗 跟在散热方面啊 其实有更大的挑战 那此外由于AI伺服器需要高性能 跟比较好的硬体的一些需求 甚至还有专用的软体 所以通常它建制的成本 也会远远高于传统的伺服器 所以这个就是当台湾寡占了全球 超过九成的伺服器产业的时候 那台湾的这些厂商要怎么样精益求精 那一个很重要的是在AI伺服器这一块 也必须要跟上国际大厂的脚步 那因为AI伺服器它的建制成本更高 代表了它的利润会更高 就像我们看到为什么最近的伪创会涨翻天 其实很大的关键就来自于 AI伺服器所带来的贡献 那我们看看伪创 从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在二十几块 然后现在已经翻了一倍了 来到了五十块了 这有很大的贡献就来自于 它的AI伺服器的这一块贡献 所以如何去抓到对的趋势 其实对于厂商来讲 它不只有这个业绩提升的这个实际的贡献 它对于股价的本益比的拉升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AI伺服器如果要仔细去看我们台湾厂商的这个状况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 全球会需要AI伺服器的厂商 包含了微软 包含了谷歌 包含了Meta 就是原来的脸书 包含了亚马逊 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业者 那其中如果就占比来讲 微软占比最大 包含了19% 我们看那个OpenAI 那个ChimpGP就是微软 它们延伸开发出来的深层AI机器人 那主要的供应商 包含了音业达 维影 红海跟广达嘛 那另外Google 这一两年应该也是想要急起直追 那它占AI伺服器的采购占比是17% 那主要的供应 台厂包含了音业达 红海跟广达 那脸书占比16% 那供应的厂商是微影跟广达 那另外像亚马逊 就分散的比较多 它占比只有14% 但是它的供应链 包含了音业达 微影 红海 广达 神云 神云是神达的一个子公司 所以看起来 台湾的这个 主要的厂商 像红海市占率43% 广达市占率17% 伪创市占率14% 音业达市占率12.8% 甚至神达市占率1.8% 这些厂商基本上都在AI伺服器 也有一些琢磨 如果讲纯度的话 应该伪创算是纯度 相对较纯的 所以才会激励它 这一波的股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状况 好 那了解了这个整个产业的趋势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思考 这些AI伺服器 或者是整个伺服器产业中 我们台厂可以有哪些机会 它除了去帮这些国际的大厂 帮这个微乱 帮Google 帮脸书 帮亚马逊 帮工生产AI伺服器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商机 那基本上有 那它主要有分为上游中游跟下游 那上游的部分跟台湾还蛮有关系 上游里面包含了像CPU GPU嘛 这个台积电 像微影 这是做测试的台积电做帮工 那另外像这个 D-RAM Fresh 像微缸啊 实权等等 还有像网路的建置像智邦重达 然后另外高速传输晶片 普瑞跟翔索 还有一些PCB跟CCL 这里面包含了金像电 南电星星景硕 台光电联帽等等 那另外机壳的晴晨跟银邦 然后另外像连接器的加折 电源供应器的台达电 那散热的建置双红跟旗红 那散热也蛮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吗 就是因为AI伺服器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 在训练机器的深度学习 所以人员的消耗跟散热有很大的挑战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看待这个产业下 所诞生的一些商机 那这些的商机要如何的再进一步追踪 大家看到股票数好多 要怎么去追踪呢 那庆隆跟大家推荐 我有一个线上的一个讲座是这个在Smart支付月刊 我们所一起合推的一个挖掘兔来运转的讲座中 那这个就是在线上讲座的一个观看的一个十几的画面 这个讲座大概一个小时55分 那庆隆就有针对我们刚才上述所讲的 布局伺服器产业 那台厂如何一统天下 那针对从上游 从这个代工啊 从测试啊 从这些高速传输啊 从这些PCB产业啊 从散热机壳等等 我们台厂有很多的布局嘛 那基本上器能也有自己看好的一些布局的方向 那这个内容其实都会分享在这一场的讲座中 那要如何的去观看这场讲座呢 基本上我们是免费郑重的 那但是要有条件 就是如果你是我们投资家日报240份的订户 你就可以享受四大好礼 那其中一大好礼就是可以免费的获得挖掘兔来运转好股票的这个讲座 线上观看权限 可以无限观看90天 无限次的观看 你提一次看不懂 你可以看两次 两次看不懂 你可以看三次 甚至你觉得我讲太慢了 你可以加快我讲快的速度 就真的抓出重点来 那所以现在只要订购240份投资家日报的订户 你就可以免费的获得这个挖掘兔来运转好股票 讲座的线上观看权限 可以无限次数观看90天 那此外我们这个还有价格优惠 每份只要40元 还有可以免费回看5天的投资家日报 另外还可以免费的加入日报的专属的赖群 所以现在订购240份投资家日报 可以享受这个四大好礼 那每天投资家日报其实有四大核心嘛 除了投资家观点之外 那我们还会做这个企业动态的追踪 如果有牵扯到一些财报分析 或者是技术分析 或者是筹码分析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入门教学 其实大家看完了一家好公司之后 那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的就是好价格 会落在什么样的地方嘛 那其实我们在企业动态的时候 其实就会开始针对好价格的部分 去进行一些从财报分析角度 推算出来的结果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协助你的订户 可以去针对一家公司合理的企业价值 企业的评价的模式 有一个主要的定件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订购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进入到这个订购网页 或者是在上班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02 2510 8888 那我们的优惠直到5月31号 请大家尽情把握了